订阅老师与小乔 订阅老师与小乔 并开启小铃铛叮叮 耶耶耶耶 今天我要来开我的IS300 今天第一次开 想要来停车场 见它 那时候我刚发现一个很无助的问题 就是它没有电 而且里面都发霉了 带大家看一下 我见一个在停车场很无助 而且因为太久没开了 所以你看里面 全部都发霉了 好恶心喔 你看喔 太夸张了啦 放下去就要长香菇了 全部都发霉了 外表脏脏的就算了 就里面变这样 要死掉了吧 还发不动 发给大家看 发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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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前面的安保材质已经处理好了 但就是 嗯 每天就是这样 看总是来救我了 我要救你啊 你要帮我夾吗 好啊 那我们第一次事发 等我一下 好 没关系我要先插椅子 加好了吗 加好了 可以加好了 可以发了 应该是跑到整洞吧 欸成功了 那我继续插 好 哪边 在头啊 头枕头枕 另外一边啊 旁边 这边 你另外一边 那边啊 对对对 安全带 还有安全带 对对安全带 最重要的 好恶心喔 好恶心喔 没事啦 反正你 之后会大美容嘛 我把安全带改掉这样 欸 对耶 那就不用插了 我等一下开还是要用吗 哦哦 是这样 不是 第一次见面就留给我这种 深刻的印象 没有啊 这表示是真爱啊 还爱得下去的话 OK啦 拆拆就好了 OK吗 可以啦 刚把座椅擦完了 今天是我跟他第一次接触 结果就发生 看到那个鸟一样 我们现在先去 老板的旧家 安坑那边 也就是我的新家 我要去看一下装潢进度怎么样 顺便帮他操一下 瓦斯度数 顺便开一下 感觉如何 因为我也没开过 今天第一次开 那就这样吧 上车吧 刚擦过了 变干净了啦 后座也稍微擦一下 不然刚刚那个鸟一样 我实在受不了 然后电话带着 怕等一下又没电 那就 准备出发咯 现在是6月18号 3点36分 然后我们要从公司出发 然后我不要开导航 自己试试看 都不知道得了 看这样花多久时间 走吧走吧 我们走国山去 今天第一次开 我没有查资料 所以不会讲太多 到时候试车再拍一集吧 我先简单开一下 这台车应该很久没开了 所以不要开太快 不要开太快 结果刚上高速公路就塞车了 这样我也试不出来 从公司到安坑要多久时间 就让它慢慢塞吧 有没有想说可以试试看 因为我今天第一次开嘛 我只有开过200 有没有想说试试看 两个踩起来的差别是哪 但貌似是试不出来了 超级塞的啦 今天第一次开 我没开过 我就跟老板说我要买了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应该是说 我本来就很喜欢 这台车的外型 而且上我开过IS200 IS200 我觉得底板表现很好 只是说IS200的动力没有那么强 但是它声音很好听 引擎声音很好听 但是速度不快 所以我听到有IS300的时候 我就觉得 照它IS200的底板表现 再加3000cc的引擎的话 应该搭配起来会不错 其实我对这个车也不懂 所以我要回去再研究一下 到时候可能再拍一集试车给大家看吧 然后试车完 就会给小晨检查 检查完之后 就会开始研究一下 我要怎么改这台车了 反正我一定是会把外观改掉的 然后改个特别一点的颜色 然后主要是今天要去看一下 装潢到哪边了 然后随便把它收个信 现在没有住在那边 要定期也会去收个信 然后我也顺便去看一下 新家 我还需要买什么东西 住的地方变大了 需要的东西就会变多了 但其实我还蛮期待的 因为我从上大学之后 从桃园搬来台北之后 就是住小房子 前面是跟朋友一起住一层的 但是没有一个属于自己的大空间 之后来南港工作 就是自己租五六坪的套房 然后台北房价很贵 几乎都要快一万块 所以你们感谢老板愿意租给我的 然后加上我以前租的地方 都是离学校很近 像现在这样离工作的地方很近 我没有试过一个需要通勤的地方 这次会想去住老板的旧家 还是想说换个生活方式看看 没体验过体验看看 而且正好就有理由可以买车了 说服自己的理由 哦我要塞车了啊 要塞到什么时候 刚刚刚是几点了 36分到现在几分 我15分了 我还没正式上到国道3号 这样吧 我顺便跟这台车分享一下感情 熟悉一下他 这台车隔音怎么那么好啊 是我的错觉吗 好安静喔 这台车好安静喔 引擎也很安静 真的少了一点感觉 这样让我犹豫要不要改排气管 现在没塞车了 我可以稍微踩一下了吧 前方有 PS200有力多了吗 很好很好 没有让我失望很好 下车就到了 代表我没有记错路 我还记得 代表我脑子还是不错 实说这里就一条路了 能记错也是蛮厉害的 接下来我们要上山了 现在山底下 我们现在是4点12分 我们来看到山上又多久了 我记得老板那一栋是最高的那一层 慢慢爬吧 以后每天上下班的路了 底盘还不错喔 我觉得我没听到什么奇怪的异音 都只有我钥匙在晃的声音 车控室那么好吗 其他同事是有跟我说他们有开过觉得车控室还不错啦 我觉得这样开起来我是也觉得还不错 到时候再找居哥检查一下 居哥是比较准 这个外行人这样听应该是听不出来什么东西了 我是觉得没声音耶 哦快到了快到了 快到了 咦我们到水上面了 4点17分 所以我们上来 花了5分钟 其实也还好 好我们下地下室吧 现在比较烦恼的是 如果之后有改下巴 会不会摸到 但我应该不会降车身了 诶 少赛是哪一层 这一层没错吧 这一层吧 旁边也酷嘎 对右边的位置 应该是这一格没有错啦 所以就再来移咯 亮油灯了 等一下回家可能要去加油一下 耶 以后就是停这里 哇好爽喔 原来有自己的车位是这么爽的一件事情 太棒了 有自己的家自己的车位 那看 希望有一天我也可以买房子 虽然我觉得我这辈子应该是买不起啦 好我们现在上网去看装潢进度吧 这也是B2 然后上次来就发现这个电梯真的是有够漂亮的啦 超漂亮 超漂亮的电梯 看不出来是一间老房子 开门了 开门了 喔 今天可能到外面了 大家看一下外面 今天天气很好耶 好漂亮喔 101 能开到101吗 好来看一下进度 按起来 想是有进度还是没进度 我也不知道 好 这边有多了木板 这是房间 厕所 上次来都还是只有铺水泥而已 有铺磁砖的 可是上的进度就是这样 喔喔喔喔喔 还有一个 上次说要封起来 这里封起来了 封起来了 封起来了 然后这里多了一个木板 上次还没有吧 嗯 期待期待 太大了 反而不知道要买什么东西 后来放耶 你在思考一下要买什么 其实对我一个人来说真的是超大的 希望赶快用好 赶快用好就可以赶快搬进来了 而且真的很大 对我来说啊一个人真的很大 快要可以搬进来了 天18号 这几天 月底就可以搬进来了 搬家又是一个类人的事情 蛮谢谢老板的 连床都换新的 什么都换新的 冷气都换新的 要装潢 应该花了蛮多钱的 他上次在我旁边我讲不出 讲不出什么感想啊 反正更大的空间 我的两只猫 就有更多的地方可以去了 不然现在空间 对他们两个来讲真的太小了 活动空间太小了 这边应该很够了 好啦 就是这样 等一下去收信吧 就关门了 期待下次见到你 再见 刚去拿挂号信了 管理员很亲切 超亲切的 非常亲切 他问我说 诶 怎么不是是先生 我刚说以后我会搬来这边住 是一个很亲切的阿伯 很少遇到管理员那么亲切的 至少我讨厌家的管理员都不是那么亲切 好 准备要回去了 其实这样坐天地下来啊 然后你看到你自己喜欢的车停在这 然后马上就可以上车的感觉 我跟你讲 这感觉超爽 梦想中的生活 等一下去加油 就可以回公司了 好了 我们看完装潢进度 也拿完挂号信了 然后现在是 呃 5点14分 我们现在下山 看要多久 下山之后要去加油 真的没有了 不熟这台车 我不知道开不开的回公司 所以我觉得还是先去加油好了 就这样 拜拜 订阅老师 小乔 并开启小铃铛叮叮叮 叮叮叮 叮叮叮